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凶器 现在已经送回局里去提取指纹了 但是指纹的提取和对比还需要时间 你知道谁跟被害人有仇 或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我们可以直接去提取指纹进行对比 芷彤 咱们好好想想 是有可能会对叔叔做出这种事情 唐队 有人事给你说一下 好的 我知道 你再好好想一下 我马上回来 姐 怎么样了 怎么了 被害人的家属关系查清楚了 云顶 早年上偶 只有女儿于智童 还有女婿段飞 太奇怪了 云顺童刚刚明明想到了什么却又不跟我说 还有这个段飞也很蹊跷 她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 您是怀疑段飞 之前我也有见过段飞几次 虽然对这个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个人身手的确不错 那下一步怎么处理 云顺童女士 我们现在需要去你和你丈夫的住所收集指纹 以排除被害人身上相同的指纹 你带我们过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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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死不能复生 虽童 你看开点吧 刚刚唐警官也说了 回去做凶器上的指纹对比 一旦确认了 就会去发通缉令了 会不会是 嗯 指纹对比出来了吗 出来了 胸肌上的指纹断飞无误 她们得已经看 来 马上发布通缉令了 赶紧报给张局 好 我马上办 那咱们要不要去天堂酒吧 统缉令一发布出去 咱们就立刻去天堂酒吧 好 去吧 下面插播一则报道 我是著名企业家云顶先生 于今日中午被人杀害 警方在案发现凶器为一把匕首 通过指纹验证 其女婿断飞有重大嫌疑 不论 休息 啊 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云士同六神无主 红顶集团雪上下霜 现在更是没人能挑大梁 这剩是我们实施下一步计划的好时机啊 这整个天海 这整个天海 我的老乡时日是越来越少了 也是 这世界早晚都是你们年轻人的 爸 您的意思是 你可以放心地去干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 再等两天 明天 或者后天 红顶集团 肯定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到时候 先看看他们 怎么出牌 咱们才好做出应对 是 我知道了 我们 现在怎么办 先给老大打个电话 看他接不接我们电话 不在服务区 老大绝对不是杀人凶手 他不联系我们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就是 他在追查真凶 第二就是 真凶也正在找他 所以他不联系我们 甚至 不在那里面遭到危险 那咱们四个分两组 我跟马进一组 你和小杰一组 沿着海益现场 你告诉我 我该做什么呀 我们现在 就像郭郭说的 分证两组开始行动吗 等一下 现场走了 那个线索墙还在 警察一定会去呢 如果咱们不在 那老大嫌疑会更大 马进 你先跟我回去吧 把线索墙毁掉 等警察来 你跟小杰一组 现在 咱们行动吧 走 段飞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段飞跟云志彤 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怎么样 从小就认识 他们是娃娃亲 段飞如果潜逃的话 你知道他会往哪儿跑吗 这没仇没怨的 怎么可能杀人啊 我相信我们老大 不会杀人的 他在天海市 还有其他的亲戚和朋友吗 他以前不在天海市发展 是因为结婚才来的 段飞 你有什么想法 这件事情 蹊跷得很 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 段飞的作案证据 段飞回到天海不到一年 能有什么理由 让他杀云鼎呢 你忘了 段飞跟云是同事 定过王阿清的 所以这件事 可能跟他们的父辈有关 回去之后 去查云鼎年轻时候的信息 看看跟他关系密切的人里边 有没有信段 明白 走吧 老大看匕首那天 我就把匕首收起来了 所以凶器一定不是老大的 那万一他又找了一把别的匕首呢 是个傻的 他能存到把人杀了之后 留一把带指纹的匕首吗 有人陷害他 一定是 那凶手 会不会和杀小九的是同一个人 有可能 妈的 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拔他一层皮 先找到老大太的说 我给李宝宝打个电话 我给李宝宝打个电话 喂 帮忙 人找到了吗 没有 而且飞哥的手机一直不在服务局 老大可能在天黑之后才会出现 所以你们仔细找 他可能有危险 可是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警察 他们还没有想到老大还在海上 不是 警察不会让他有危险 因为人根本不是他杀的 有人陷害他 被陷害他 对 具体的等你们回来以后再说吧 因为他可能被人追杀 所以你们要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好 知道了 好吧 注意安全 走吧 唐队队 查到了 说 红顶集团是两人建立的 云顶和段宏 两个人曾经是战友 退伍之后回到天然市建立了红顶集团 段宏是段飞的父亲 没有证据证明 段宏是段飞的父亲 毕竟段飞的资料被清空了 但是云须同同和段飞 从小认识来推断 应该段宏是段飞的父亲 段宏现在在哪儿 从来没有听说过 红顶集团还有一个老板 十八年前 段宏在自己住宅内被人杀害 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告破 成为悬案 这么说来 段飞这次回来 是找自己的杀父仇人的 很有可能 这样的话 会不会段飞认为 云顶是自己杀父仇人 然后痛下杀手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咱们沿着一条线索去查 是 堂队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您都忙一整天了 我这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 要不这样吧 大家先回去休息 案子呢明天再查 大家别累坏了 查案还要靠你们呢 知道了 堂队 去吧 喂 王芒 找到了吗 没有 海滩太黑了 我们只能走走停停地找 要不你们先回来吧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我不要 找不到段飞哥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在这儿呢 秦雪 我想爸爸 我想爸爸 我一直觉得爸爸就是一个超人 有用不完的能量 可是直到他让我当总裁的那一天 我才意识到 他真的老了 我知道爸爸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 哪怕是他突然让我嫁给段飞 我也知道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可是段飞 段飞他为什么 石头 现在段飞之身有嫌疑 你不要这么难过 好 但是他现在在哪儿 他为什么不出来说出真相 为什么一直让我这么难过 会有真相的 好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这不也还没睡吗 你这不也还没睡吗 诶 石头他那面是怎么样了 他刚刚睡着 今天就辛苦你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怕辛苦 我就是不想看见他难过 是啊 我也挺担心他的 他现在感受我最能了解 失去新人对一个人打击真的太大了 别想了 别想了 对了 我今天收到斯特林集团的邮件 他们说要四十八小时以内恢复 看到这样子能回邮件吗 不光这样 明天各大媒体肯定会来到我们公司进行采访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以免出现一些对我们公司不好的舆论 至于斯特林集团 我回去会跟许总商量一下怎么去回复他们 尽量不要耽误两个集团合作的推进 那你看 我能帮上什么忙 好了 明天就不需要你做什么了 你就在家好好地陪着师团 公司的事你就放心吧 还有我呢 我放心 你不要太晚了 我早点休息啊 你也快点休息吧 我去吧 晚安 晚安 快去吧 晚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修好了吗 孙雅 这样吧 找了一夜了 你先休息一下 不累 可是现在车也坏了 车坏了 我们可以走着找啊 沿着这个海滩一直找 孙雅 你如果不想找的话 我一个人去 孙雅 放飞哥 放飞哥 够了 孙雅呀 飞哥消失了 我也很着急 但是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我不管 我就一定要在这儿找到他 放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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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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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找到了 老大受伤很严重 有刀伤 体温很低 昏迷不醒 我们马上回去 你们快做好急救准备 好 快回来 快回来 找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童 怎么了 世童 世童 我在这儿呢 怎么了 我昨晚梦了 梦见爸爸了 我梦见断飞了 断飞不在这儿了 同心好了 我梦见他被人捆在一个山洞里 嘴被堵着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想进去 可是我怎么都进不去 我好害怕 傻瓜 梦都是假的 别怕 别怕 断飞你 好了 我看看 走 傻瓜 撞着 火锅 嗯 你能让断飞来酒吧 为什么 我怕警察还会来 如果断飞在酒吧的话 会很麻烦 嗯 是 那把老他安排在哪儿啊 全场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领集团电子商务部的总监 韩志明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 今天下午两点 我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感谢大家的理解 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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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瑞计商 你受打扣 似乎不会有似乱到这样的器官 没似乱到器官就好 这动手的人不简单 准备消毒 我来处理伤口 快快快 你挺住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有人来了 我去看 我爷爷后顾薛星来了 你们快躲起来 哎 宝贝 你怎么来了呢 上次不是听说你办了个拳击场 一直就想着过来看看 这不今天就让你舅舅陪着我过来了不是 哈哈哈哈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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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被人家说 你不在乱 你不在乱 我去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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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爸 咱上去看看 那里不能去 爷爷 怎么不能去啊 因为那里 那里施工了 那里施工了 小雅 你这不是上面藏着人的吧 没有 那个苏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 您这我一个人干不了 我得回去驾驾呢 那你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一天死是多少钱呢 您别生气啊 我回去叫俩人 战役通宵明早肯定好 那你还不敢回去 得嘞 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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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送给我们加个菜 嗯 拜託 拜託 您放心 您放心 謝忻 咱們回去 好了吧 爺爺 我送你 走 真悬啊 小雅 嚇死 嚇死我了 怎麼了 沒事 上楼吧 醒了 醒了 楊貝 這麼早啊 小王 找我來什麼事 詹妮哥跟我要雲頂案的凶器呢 出事發現其他人血跡 是 是在我這兒 其他人的血跡 是誰的呢 不清楚 詹妮哥確認之後我才能知道 好的 你快去吧 好的 老大 你別動 等一下 老大 你別動 老大 陷害你的人 和殺小九的人 是同一個人嗎 肯定不會錯的 我看到他怎麼樣 老大 那他為什麼襲擊你 還有 他為什麼要殺雲頂 可能是指使我 查出我包遇害的真相 也有可能是 跟紅頂有關 那這麼說 雲世東非常危險 那 雲頂的是 他一定跟我爸 有關係 要不然他不會被殺 但我不知道 他在裡面究竟起了什麼作用 老大 那咱們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 保護好石頭 第二 想辦法證明 我不是真兇 是嗎 雲頂 是因為我而死嗎 我心裡對不起石頭 老大 你被撐下水的地方 裡面有什麼特徵 你還能回憶起來嗎 我想一下 現在雲總家的事 大家都知道 現在 除了幫雲總渡過難關 我們還要努力地維持 集團的運營和聲譽 我們不能停止 與斯特林公司的接洽 否則會影響 雙方的合作關係 可是 現在雲領集團 因為老雲總被殺事件 人心惶惶 士氣低落 連應聘者的熱情也降低了 如果現在我們 再與斯特林合作 是否有些不妥 正是因為我們 集團內外事情 正在降低 所以我們更需要 來鼓舞我們集團內部的事情 我同意韓總的意見 我覺得在今天下午 這個新聞發布會上 我們就宣布 我們紅頂集團 要跟斯特林集團 合作消息 這樣也能加強外部 對我們紅頂集團的信心 雅頭說得很對 今天的新聞發布會 我們要公佈這個信息 許總 下面的任務 我想還來給你 我 我 我知道 許總跟老雲總 關係很好 也希望 能送他最後一程 所以我希望您 能幫助雲家 來操辦老雲總的後事 好 我一定盡全力去辦 我也想借此機會 能夠平復下你的心情 我明白 謝謝韓總 雖然現在雲總不在 我的能力有限 但是也不希望 辜負雲總的重托 希望以仗各位的能力 共同來幫助紅頂 渡過這次難關 我當時在水裏能看到對岸 附近還有一座橋 其他的 我沒看清楚 我 我們下一步就去尋找 相似的河口 然後 生險之後老大你再去騙人 你們不能都去 得有一個人 保護事通 我去 女人保護女人比較方便 算了吧 還是我去吧 你倆公不如我 對手這麼強 還是我去吧 你去可以 但是你要保證 不要因為是殺小九的兇手 就影響你的判斷力 該冷靜的時候 一定要冷靜 放心吧 我心裡有數 那得有人照顧你 要老大 不用了 我一個人可以的 我來照顧段飛哥吧 我也沒其他事情做 打打殺殺的 我也不會 行吧 那我們出發吧 保重我老大 團隊 怎麼了這麼誇張 刀柄上的血跡不是雲頂的 那是誰的 結果出來了嗎 段飛自己的 段飛 還有我們找到段洪生前的助理 據他說段洪此前跟雲頂有過嚴重的矛盾 看來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嘞 方主任我是趙文文 公司那邊怎麼樣了 现在一团了 现在又很总结起 怎么处理公司的事务 怎么了 我只是不太相信 段飞是杀人犯 哎 方志仁 你说他办公室里会不会留下什么东西 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呀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鼎集团的新音发言人 也是宣传部总监叶志清 对于我们红鼎集团前任总裁 云鼎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里 我们红鼎集团上下全部人的心情 都是很沉重的 案件的具体流程 希望大家可以以几封发布的为准 在这里 我们红鼎集团相信警方 一定会将真凶守之于法的 下面有请我们的代理总裁 电子商务部的韩志明先生发言 谢谢 大家都知道 红鼎集团是云鼎先生一手创办的 并且成为了天海市第一大集团 红鼎集团发展近二十年 也是为社会 为天海市 为行业 做出贡献的二十年 云鼎先生的告别仪式 将在后天举行 届时 希望云鼎先生的朋友 都能够参加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 对于顿飞暮杀云顶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 我们得到消息称 顿飞和云诗童属于包办婚姻 是真的吗 对于家庭人员来请大家 结束了 结束了 发布会结束了 难道麻烦你去打一下 你先不打一下吧 先不打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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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吗 你不打一下吧 我们打一下吧 这个斯特林集团 也太过强大了 如果放任他们于红鼎联手 恐怕这整个天海市 就只有红鼎他一家都大了 可是这个斯特林集团 毕竟是个外资企业 强龙还不压低头蛇呢 估计这个弹 也不敢太过照耀 可问题是 对于像布特林这样的强龙 咱们真是连条蛇都不是 最多是条蚯蚓 从这些材料来看 他们挤压 甚至摧毁竞争对手的事情 可没少干 爸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 破坏两方的合作 不只是破坏 现在的红鼎集团 有了云诗童和韩志明他们这帮人 他们的策略 可不像原来的红鼎 要几近得多 我们破坏了一个斯特林 他们还会去找第二个 第三个斯特林 那您的意思是 陈红鼎集团还没有稳定 他们和斯特林 还未达成最终协议之前 一举吞并红鼎集团 但是以苏氏现在的情况来看 有点困难 何止是有点困难的 根本就做不到 射精英武房让您失望了 这是苏菲的责任 你才胜在今天的 不用替他看着 爸 关于吞并红鼎一事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想法 说吧 现在的红鼎集团 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一旦让他们渡过去 就是鲤月龙门 所以我们不得不抢先下手 但是长久看来 如果没有斯特林这样的打击 在天寒时 我们苏家是没人能撼动的 有些道理 继续说 所以照此看来 我们不一定非要全部吞并红鼎 我们可以找其他人一起瓜分 只要能够摧毁红鼎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有道理倒是有道理 可有谁来瓜分呢 您别忘了 还有一个局 不客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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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